我居然抓到了一条海蛇 今天我又来干喊了 石头一翻 马屋都是小虾面 呦 这小家伙还挺能蹦的 今天的小虾 感觉比昨天的男抓多了 就在这时 当我把石头拿起来 准备丢掉的时候 呦 瞧瞧 我发现了什么 鲍鱼的远房表情 迷你小鲍鱼 迅速出手 给他扣了下来 昨天很多粉丝留言 让我帮他们抓点小虾系过去 所以今天得努力努力 再努力了 看见没有 这边趴着一只小的 咱们慢慢的靠近 把这个小虾 逼到水浅的石头边上 然后找准时机 迅速给他拿下 哎呀呀 有点打脸了 这里还有一只 不过看这个个头 有点小 还是先放了 再来看看 这个大石头下面 有没有货 小一样的 给我骑 这出不目测 啥都没有 赶紧右手在这个小水旁 浑水摸一会 还真是没有 再把这些石头 给他翻一翻 今天必须给老铁 抓够六十只 我还真就不信了 看看 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看看这边的虾米 跳得是嗷嗷乱蹦 面对这么多的目标 必须出手快准狠 抓住虾头上的胡须 稳稳到手一只 这个个头还可以 粉丝老铁一定喜欢 还有这一只 这一只也很不错 嗯 什么情况 刚才余光看到 这里动了一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个小螃蟹 哎呀 我就说呢嘛 看看这小螃蟹多可恨 回家给狗头黄泡 绝对可口 高速满螃蟹 又捡到一只小虾米 瞅瞅 这里还有呢 凶过两天的练习 抓虾的技术 已经很稳定了 就是过程 有时候还是比较费劲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真是完美 这个个头差不多 已经属于成年的了 一共答应了六个粉丝 每人十只 嘿嘿嘿 看看 我抓到了什么 好家伙 好像是一条海里的水泥球呢吧 乖乖的 请我进去吧你 再来捞一下 哈哈 不错不错 还有一只小螃蟹 走着 继续抓虾去